9月19日 全运会乒乓球团体项目小组赛结束 全部争夺 香港队四战接末 遗憾出局 与在东京奥运会夺得队时 首枚乒乓球团体奖牌时不同的事 征战全运会的这支香港女队 全部由16至19岁的年轻小将担刚 正因如此 观摩 学习 感受大赛氛围 也变成为首次战上全运会赛场的他们 此行最大的目标 整体表现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比较年轻的球员 过来主要是想感受一下 然后学习为主 然后我们因为这次过来比较艰苦 就是要隔离了21天 然后再过来打比赛 可能再就是恢复还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他们小球员 这次表现也比较积极 整体表现还算可以 赛后队员们针对赛场发挥进行了总结 小将吴永林说 自己仍有诸多不足 他表示 回去要好好训练 揭发球和反手相吃能力 努力提高水平 争取在国际赛事 拿到好成绩 那么值得他们看其学习的榜样 其实就在自己的身边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李浩琴 杜凯琴 苏慧英组成的中国香港队 在女子团体同牌战中 3比1战胜德国队 夺得香港鼠媒奥运乒乓球团体奖牌 吴永林说 师姐们夺得奥运铜牌对自己而言是一种激励 是我们女队第一次拿到奖牌 所以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动力 想要去追上或者是超越我们的师姐 他们也是我的目标吧 因为我们会跟他一起训练 然后看到他们很认真的在准备东京奥运会 然后最终拿到他们想要的成绩 也很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拿到好成绩 作为教练 姜华骏对他们同样有着很高的期待 姜华骏表示 希望加强与内力的交流学习 让他们能够尽快接班 尽快创造属于自己的乒乓球巅峰时刻 在国际赛场上拿到成绩 他们这些球员都非常的聪明 就是说非常聪明 而且条件 身体能力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就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创造他们自己的最好的一个乒乓球的巅峰时刻这样 正是心目中有着更高的向往和目标 再加上教练的殷切期望 香港队的年轻队员们在全运赛场的每一分 每一秒 独如茁壮成长的树苗一般 竭力汲取着养分 期待着长成参天大树的那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